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后 佩林卡用三年3300万签下了盖部文森特 对于文森特需要说明的是 一亿三分 22-23季季后赛 文森特三分出手占比54.9%下三分率37.8% 值得一提的是 合计命中的51季三分 仅次于穆雷 库里和塔图姆 不过 在防守人处于2-4英尺时 三分率仅为24.1% 出手占比为21.3% 一定程度下看 文森特的三分不具备顶头强投能力 二 持球进攻 22-23季季后赛 文森特占比46.7%的出手通过持球后完成 按照不同方式拆分如下 一 持球突破 季后赛期间 厂均突破7.0次下命中率38.9% 作为对比 老江洛瑞为5.9次 命中率46.3% 二 持球挡拆 占比47.1%的进攻回合 通过持球挡拆 每回合0.85分 优于联盟37.3%球员 综上数据 我们大体可以得知 首先 进攻端的文森特主要以三分为主 整体效率不俗 但欠缺顶头 强投能力 其次 持球进攻水准很一般 除以上两点外 还不能忽视的是 文森特是热火体系走出的球员 对于此 胡人还是有体会的 21年休赛期 佩林卡用两年1000万 签下了肯德里克 纳恩 让人没想到的是 21-22季 纳恩赛季报销 22-23季 表现不佳 结果 赛季中期 被交易到了 奇才 以换取巴孙蕾 对于文森特 我倒是不担心进攻 虽说有不足 但至少到了季后赛 还是能用的 担心的是 热火对齐的加成 究竟有多大 要知道 188升高下 如果进攻没有 那么这防守基本上也没有 总的来说 我认为 胡人用三年3300万 签下文森特有些草率了 一方面来自自身的不足 另一方面有更好的选择 22-23季 勇士场均命中16.6个三分 联盟第一 三分率38.5% 仅次于76人的38.7% 勇士能有如此高效的三分效率 固然离不开体系 也离不开库里 克莱等核心的贡献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迪温秦佐 数据上 22-23季迪温秦佐三分率 39.7% 场均2.1球 值得一提的是 当防守人处于4英尺以内时 依然有着35%的三分率 这说明具备一定的三分强投能力 防守端 在迪温秦佐的对位防守下 可以将对手命中率 从49.3% 限制到46.7% 如何利拉德对位下 限制其16投6中 命中率37.5% 在比如和保罗 乔治对位下 限制其17投4中 命中率23.5% 结合攻防两端来看 一定程度下 可以把迪温秦佐 划入到三D行列 原本和勇士合同到期后 胡仁是有希望 牵下迪温秦佐的 奈何被尼克斯 用四年5000万签走 失去迪温秦佐 我认为对胡仁 还是很可惜的 理由一 极占力 如刚才所说 迪温秦佐 有着不错的极占力 并且 三D特点 也是很适配 沾眉的存在 理由二 对比法 从合同金额来看 迪温秦佐和文森特 都是完全中产合同 两人做对比的话 至少在三分 或者更为准确的 说强头上 前者是要强于后者的 结合以上两点 可以说在合同相差不大下 显然迪温秦佐 是更好的选择 况且 还有防守端的加成 最后 事已至此 希望新赛季的文森特 能够有着优异的表现 另外 从上赛季76人被开尔特人淘汰出局后 就有76人随队记者在说 哈登要离开76人 结果在自由市场开启后 哈登还走不了 因为火箭得到了范福里特加布鲁克斯 对哈登没兴趣了 76人也无意给哈登一份续约合同 哈登更不可能跳出价值356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去底薪投奔冲冠球队 用哈登的话说 他和76人总经理莫雷商讨的结果是 只要他执行球员选项 76人要尽快把他送走 可是快两个月的时间 76人压根不打算送走哈登 哈登真的气坏了 简单来说 从去年夏天 哈登选择大幅降薪开始 一次又一次进入76人队圈套 但他又无可奈何 那76人是不是一定要留住哈登 打完下个赛季 然后让他自由身离开 也不是 哈登和莫雷斯破脸 用76人随对记者的话说 恩彼得很烦 他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因为球队已经失去了冲冠竞争力 而且今夏球队基本也没有任何补强措施 76人一直吊着哈登 无非是想从心仪哈登的快船那里 收获更多筹码 但是76人同时也明白 一旦真把哈登送到快船 那就碎了哈登心意 而且快船基本很难主动加码 除了愿意拿出到期合同之外 有一点可以肯定 哈登肯定能在训练营开启前离开76人 但未必是加盟快船 此前 CP和露天看台都分析了哈登加盟提湖的可能性 提湖和76人很有可能报复快船 具体交易方案非常简单 就是一换一迈克勒姆去76人哈登去提湖 在过去一个赛季中 迈克勒姆常规赛场均20.9分4.4篮板5.7助攻 两项命中率43.7百分号加38.9% 除了助攻之外 其他数据效率和哈登差不太多 对于76人来说 假如像考文顿家小莫里斯等到期合同 以及迈克勒姆的报价选择哪个 答案不言自明 迈克勒姆如果能来 至少能填补哈登的空缺 而且迈克勒姆在拿打球都是兢兢业业 他也没有哈登那种远大的抱负 觉得不开心就想离开 当初在开拓者扮演球队二当家 被送到提湖后 带着西安和英格拉姆成长 他的角色完成度都比较高 当然迈克勒姆还更加年轻 还不到32岁 但对于提湖来说 如果能得到哈登只送走迈克勒姆 那总经理格里芬做梦都能笑醒 众所周知 提湖绝对不缺天赋 英格拉姆全明星级别 西安顶着状元身份出道 但过去几年没打多少比赛 说白了 身体状态很难应对长时间的常规赛征程 提湖可能上线比较高 当初他们在21-22赛季打季后赛和太阳前四场系列赛2-2 太阳根本没占到什么便宜 提湖保留球队框架 仍然希望围绕英格拉姆和西安舰队 但球队需要一个能够支撑球队下线的核心 哈登是最完美的选择 哈登在火箭17代队 包括在篮网和76人都是分区前三的水准 哈登可以最大化角色球员的价值 简单来说 在季后赛之前 英格拉姆和西安不用耗费太多体能 其实从哈登和莫雷以及76人彻底撕破脸后 哈登交易价值下滑是事实 76人虽然一直希望从哈登交易中得到全明星 得到年轻天赋球员 得到首轮签等多项筹码 但是76人队内对哈登的态度 以及这支球队这几年操作公信力的下降 已经让很多球队望而却步 当初专栏记者特朗里就曾表示 76人别想着从哈登那里 拿到超出本身价值的回报 只要能别亏太多即可 但是真要被迫送到快船那里 76人拿到一些到期合同 名下同样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与其如此 倒不如把目光放在快船之外的球队 同时这样也能达成另一项目的 恶心哈登就不让哈登去快船 而麦克勒姆的合同就非常友好 未来三年分别为 3580万美元加3333万美元加3067万美元 逐渐递减 建立在和哈登贡献类似数据 加不会轻易撂挑子的表现下 76人并不吃亏 76人仍然需要有人给恩比德喂饼 确保恩比德竞争得分王和MVP 让恩比德开心 76人仍然需要有人在马克西身边帮他成长 虽然哈登在场时效果不俗 但是76人就是不舍得给哈登一份满意的合同 那得到麦克勒姆一举多得 不让快船和哈登如意 还能保证自己不会太吃亏 至少能用麦克勒姆三年 但对于哈登来说 除了快船之外 他留在76人或者去其他球队 结果大概都是一样的 只有他吃亏 假如最终来到提湖 他依旧是第三核心角色 承担着组织工作 处理不讨好 还要兼顾身边英格拉姆和西安 所有人都明白 提湖哪怕他们有不错的天赋 但还没到冲击总冠军的地步 这对于哈登来说是倒退 而且到名下不确定因素就更多了 哈登还能得到一份 军薪三千多万美元的合同吗 总之76人会送走哈登 但未必会送到快船 每枚渲染其他球队接盘 对于哈登很不友好 儿子 让下面